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一個主題是 台妹如何台出一片天 看你有多台 你太台 我送的還有我們的 在座誰比我更台 上班主持過五花燈 我上台 禮拜主席過牛肉丁 我唱過牛肉丁 也算台了嘛 也算台 那今天的特別來賓有比我們更台嗎 講到台妹 前幾天我老公還在講說老公 其實以前我剛認識妳的時候 妳還滿台的 自從妳跟我在一起以後 妳就完全變了 我心裡想 我會因為妳變不台嗎 是啊 其實我骨子裡還是台的 我骨頭是台的 台妹來過 對 台妹的姿勢 我就是這樣 這是一種對不對 對 一種是這樣有沒有 對 這有台嗎 對 但是我覺得這妳什麼時候上台 就是我看妳那個拍公告的時候 跟一隻腳在講話 我愛我同情 我愛我 所以妳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 所以今天來的五位來賓還不夠台 對 怎麼台得過我呢 對 那剛剛他們有投台 好 嗶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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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嗶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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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嗶嗶 其實他們三個剛出來的時候 說他們是台妹 完全看不出來 真的嗎 很漂亮啊 就是很可愛的女生 怎麼會台妹呢 但是她們很難苦 其實喔 在唱歌的時候真的有夠痛 真的嗎 就是因為你們的歌曲吧 還有就是一種就是有說的 還有穿著 穿著打扮 你看有台嗎 有台 對 三支腳都穿一樣的 而且麻鞋 麻鞋 白色的 而且說開口的話 那開口的話 我們現在會台灣國語 不會啦 還跟台灣國語也比我 妳人家這個不加 不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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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妳剛剛講的英文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加多 精神 什麼 我加多 妳這樣 嗶嗶嗶嗶 我跟妳講 妳不要說人家台妹 妳看嗶嗶 還有奪台 嫁給外國人呢 難道外國人就變很台人 不是... 哪有台妹就不能嫁給外國人嗎 等一下 妳們所謂台的意思 定義在哪裡 爽又有力 爽又有力 對 還是漂亮跟年紀有換 沒關係... 完全跟他們客人 就是爽 爽又有力 現在坐在這裡 我旁邊那個最爽 對 妳說小甜甜 我爽 她今天妳的打扮 不要 我給妳帶一下 看一下 看有多爽 那蓋子呢 沒有 沒人要看 我告訴妳 才剛才賣到賞錢 嗶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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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沒有人喜歡 要有新一代的人 新一代的人 新一代的好男人都 不滿滿 一代一代棒棒 妳好 請問一下 妳把妳帶的睡衣服穿出來 是在送不來嗎 不是啦 說不是她帶睡衣服 妳看她這張帽子 還把妳帶一張帽子 這樣 這很漂亮 現在有雜誌 那都這樣穿了 真的嗎 但是有人有穿了 妳不穿了 不是... 雜誌是這樣打扮穿著 沒有錯 但是喔 沒有 看人穿 不是 那品質不一樣 對啦 妳一年就知道 真的 百倍 真的百倍 有百倍 我兩百 妳要穿起來 我穿起來 我穿起來 我裡面要用什麼 那去穿起來 等一下 妳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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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穿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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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老台妹穿起來 我們來問一下 比比妳當初有多台 妳認為妳是台妹嗎 不是 其實我看妳還好 還好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今天這個主題 妳來幹嘛 妳是來騙通告費的嗎 真的 因為 嫁給外國人 從以前出道的時候 不好意思 人家唱英文歌 日本歌 國語歌 她講台語的機會 還少之又少 妳憑什麼才對 我跟... 其實我跟豬哥亮搭了以後 我說的台語 妳很好的壁 有真教到道地耶 有什麼 真的 那妳是竟然拖下去的 妳本身不是台妹啊 不是 應該說 我一開始就在國外跑了八年嘛 對啊 那跑那八年之後 回到台灣來 餐廳秀是時候這樣 我就看到那個什麼 碰碰撩住有沒有 那個碰碰一出場就那個 會不會 走... 然後就... 這是叫台灣的餐廳秀 我們一出場都會撩... 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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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拿一個 有錢有嗎 就一個紅色的筋子 然後一直有... 一直有... 好 她的手跟錢都一直在賣 原來妳變成台妹 是因為被她影響上的 不是...應該說五百萬 那因為那個時候 台灣的餐廳秀就要去碰碰嘛 那我跟台灣完全脫節了 然後她就說 現在餐廳秀在台灣好夯喔 然後妳要趕快來加入餐廳秀 我說餐廳秀是什麼 她就帶我去看廖俊 碰碰 我一看 我笑到不行 哪有這麼爽 這麼好笑 然後她就說 像碰碰這樣三八妳敢不敢 我說我敢啊 她說好 來我們家套節目 結果一套我跟她變成一對 五百萬的BB裡 登彩的菜龜 廖俊的碰碰 所以就三對餐廳秀這樣子 妳知道嗎 我認識BB姐的時候 她的身材是鵝鵝多豬千 現在也是鵝鵝 但是她是鵝 我說現在是這樣 但是以前也是這樣 她完全都沒辦法 我要說的是她有辦法 背面的時候寫一個字讓妳來猜 這看有爽嗎 用她的摸彈這樣寫裡 試試試看... 這隻 妳是妳的嗎 是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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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的屁股寫字 妳的屁股寫字 就人家問我電話號碼 對 幾號 對 這是跟豬哥娘的一個節目 然後她說 對 她就說 妳說什麼 妳現在說音嗎 Lun number Lun number Lun number啦 號碼 Lun number Lun number是房間號碼 對...妳的房間號碼 對啊 然後我就... 妳要講電話號碼嗎 沒有 我就寫... 我就寫這樣 你看喔 好 我們猜一下好不好 好 1 7 好聰明 7 7 7 8 8 0 對 這樣妳比較痛 因為我常常用一步 然後8就最難寫了 8最難寫 8是這樣 先繞一個圈 點一點 再繞 繞一個圈 好 以前就因為做節目 想不到要做什麼 1708 對啦 妳住在1708 是 那期有住嗎 這個好嗎 沒有 不是啦 不是啦 那期好一行說 不然是這樣 真的很特別 那時候我就覺得BB姐 好厲害 那屁股可以寫電話號碼 她不是屁股只會寫電話 她還很白目 怎麼說 曾經打過大哥的女人 是誰 妳這麼好害怕 妳就這樣弄台妹 換妳我台 台剛剛一打 大哥的女人 好少喔 妳看妳多厲害 沒有啦 其實我個性跟迪音很像 我們真的 妳看我們私底下很少聯絡 可是那種個性 同樣就是物語類聚 所以我兩個都... 我滿欣賞迪音 從一早起在作秀 然後我打人就是蓋一趕快 我沒有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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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性感 結果實在很難看 那就是爛的 沒有 那是因為以前 我們剛出來表演的時候 那都要考試進歌廳嘛 然後就說 我那次剛好演一個很台的角色 就那種綁個辮子 帶頂斗立 然後穿那種台灣衣 然後穿木雞 我就在台口那邊等 等她就很緊張 然後又很興奮 第一次可以出去演講話 有話 不是話到 然後就很興奮 我就聽到後台的 鳥名啊 放手 然後我就奇怪 現在後台是在台口 我怎麼這樣 我怎麼這樣 所以我就 可是又要蓋我眼了 然後我就這樣 怎麼辦 我到底是要出場去演戲 還是要為了好奇 要回來看一下 結果我一看 那個司儀她頭髮長到腰這裡 然後就被一個女歌星 就拽著她頭髮在那邊轉圈圈 對 一直轉... 可是一定很痛 對啊 頭髮會去多痛 對 然後她一直說 拜託妳放手 她就是不放 然後我一看 後台的大牌 當年的大牌 哪個 王夢莉 楊彥 還有蔡義紅 還有很多當時 就是所有的大牌 都在鳳凰歌廳嘛 然後我就奇怪 為什麼她們都不救她 沒有人敢過去 那原因當然是後來再說 我就跑過去 我就跟那個女的說 放手 妳 放手 然後她在... 放手 妳不是說妳 放手 我連妳有放手 放手 妳給我放手喔 妳再不放手 我就不後過妳喔 假設只得到鼻子說放手 然後她就說 假設我就是她 我就說放手 然後她說 把妳的手挪開 然後我就 妳放手 然後她就第二次喔 再挪開 然後她說 我說妳放手 她說妳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 一拳下去 就打到她鼻子 妳就補她 然後... 很爽啊 這樣很好啊 很爽啊 結果那個後來 對啊 打得很爽啊 沒有 那個後來主任就說 妳晚安啊... 妳從明天開始 妳就不用懶了 妳把妳的衣服拿回家去 然後我就拿這三塊 回去一直扣 一直扣 要怎樣 我沒頭路了 要怎樣 那個女生妳不認識 代表她不紅嘛 她不是很紅的明星 妳打她有什麼大不了的 我告訴妳 她原來是她唱開場的 她原來是唱第一位 妳打她多好而已啊 對啊 妳剛剛想她 她要打那個大盤 要打那個女生啊 那不重要 重點是她打了她的以後 然後為什麼 有這麼緊張的情緒呢 不是 然後我就糟糕了 我沒工作怎麼辦 那時候家裡很窮啊 那我就在家裡怎麼辦... 第二天 徐媽媽打電話來 徐媽媽 其實是百貨公司 老娘 老闆的娘娘 然後就打電話來 太后 對 她就說 小黑 妳叫小黑啊 那個時候他們都叫我小黑啊 妳不覺得她現在 是很黑嗎 那現在是小黑啊 那時候才熟雞啦 然後她就小黑 我是徐媽媽 我... 我沒有工作了 對不起 我打他了 打得好 現在妳就給我回來上班 那我就回去了 結果我一回去 就看到那個大牌 張蒂大哥 站在後台 跟每一個人道歉 然後代表她 在鳳凰茶樓辦了三桌請客 跟我們對不起 因為那個女生是她的女朋友 張蒂大哥的女朋友 是 大哥的女朋友 而且那個時候張蒂大哥是 最紅...的時候 真的 那那個女朋友很大牌是誰啊 一點都不大牌 就住上歌星而已 妳又冷掉了啦 我還記得那個女子啦 那個也滿... 那個也滿紅的嘛 那個女生 還好 我說了妳應該也不認識 她沒有...叫瑪差美 誰啊 沒有人知道她 我想喔 我如果知道她是她的女朋友 我也輸了 我也不敢打 妳打了 妳知道她的女朋友 妳還打我一點 因為那個時候大哥有老婆啦 妳打她是剛剛好 可是喔 可是喔 如果是笛音的個性喔 她的個性我也覺得 像她的個性如果說 那個後台主任說 妳完蛋了 妳回家 妳沒有工作啦 妳一定說我聽妳在晃屁 她怎麼樣 妳好好幹妳的後台主任 那那本是什麼 我跟妳說啦 這就... 真的嗎 所以啦 因為那一陣子我就看 東京青色派 我就想說 妳看 好多難喔 那是時候我看東京青色派 我就覺得我想要走小澤遠夜路線 我就去那一組 而且是我自己要求 造型師跟攝影師 然後跟我去 欸 阿姐 阿姐 我覺得她這張做成什麼呢 做成那個這個 男扮女裝的白雲 喔 白雲 謝謝